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很多人的画是比我画得好得多了 但是我就是用比较简单的去表示 这个也是农的案 最淡 最重要的是一个人在这里 影视 现在这是天上的星辰 用撒的 用撥的 用撒的 沾那个墨 把它撒上去 沾白色的把它撒上去 是一个晚上 是一个晚上 那个云 也可以显现成多彩 一个晚上 这里有住家 有几个住家 那么有这个 也有和 星空下的梦村 都在做梦 那这 就画几个就可以了 画几个 画几栋房子 大家都在做梦 船都靠在这个岸边 现在这个 也不一下 也不一样 你都住在高楼 往下看 这个也可以想 地面上的星辰 地面上的星星 好多喔 看得很美 真的 你在高楼上 往这个大地看 也很多的星星 铺在那裡 这个有意思 这个水果一熟 鸟而自自也 水果如果熟了 鸟它自然来 就像我们修道一样 你道只要成了 你修道只要成了 众生都会来跟着你 所以人有时候啊 只问根源 不问收货 就是说 你只要努力去做 那个收货自然就会来了 有很多人好高物远 就是想说 我一下子就要成名 一下子就要成就 其实不用 你只要很认真的做 将来有一天啊 你成熟啦 大家都会来 你自然就有名啊 自然就会有利啊 名利自然就会来 这个是石头花 叫人家 要珍惜时间 哒 少法应至真 这个是时光啊 应该自己要很 珍惜 要很努力 趁方程 就是说在你年轻的时候啊 你就必须要很努力 那时光啊 你应该自己要珍惜 這個意思 表現只是石頭 竹子 竹子有龍的有蛋 竹葉有龍就有蛋 那麼花是比較特別 表現就是比較簡單 這個風竹 這是這副最簡單的 幾筆就把它畫 那轟是這邊吹的 所以它竹子是往這邊 往那邊 它一樣有龍有蛋 那魚本身也是往這邊游的 那個籤 那個籤代表著好像月亮 那個月亮 所以師尊平常的靈感都會來自於 靈感有時候子魚放下來 有時候它出現了 我們就趕快畫 這樣 這是2010年8月3日 連身法王親自解說自己的畫作作品 偏偏有意境令人讚嘆 台灣雷藏寺 11月20日 連身法王主持監牢地神護魔 為求財福 歡迎您報名參加 雷藏寺 公父 更多內容 感谢观看